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你能把投资收益分享给LP 你的基金的投资人 这样基金的投资人享受到收益之后 他才会在基金以后的募集当中给予更大的支持 也就是虽然说投资的推出 它是木头馆退里面的最后一个环节 但是他对于募资 也就是基金成立的第一个环节 它是有非常大的意义的 比如说我们知道的 包括市场上的一些基金 新的基金在第一期募集的时候 都是非常困难的 哪怕有些产业的支持也好之类的 因为你这个基金它没有收益 它没有业绩 它没有给投资人之间创造过这种价值 所以说它在募集的时候 可能之前有一个3F理论 就是Family, Friends, High Four 找3F这三种角色去募集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没有推出没有业绩 当然了现在也有很多这个投资人 是从一些知名的机构里面 之前已经有不错的业绩的在出来 那这样的话 对于一个新的基金的募集来说 相对会容易一些 但是毕竟没有完整的去管理过一支基金 所以说只有经过你完整的管理基金 成功的推出之后 成功的给这个LP 或者就是你的基金投资人 有这种真正的实在实的这种 这么回报的时候 那下一期基金的募集才会更加的顺利 OK这个PE推出的意义 刚才我们也就说了 这个第一呢 就是从PE的角度来说呢 就是这个投资价值的一个 这种最终的实现 母头馆已经花费了很大的力气了 最后一步 只有推出才会真正的 获得这种资本回报 另外也是保证的 这个基金的这个连续性和稳定性 对于背头企业来说呢 就是意味着退出的 就是意味着这个PE和你的一个股权 关系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解除 但是呢就是说 也并不意味着整个PE机构 和一个企业之间 合作关系的一个中结 因为是 就像投一个好的项目 其实很不容易的 然后那个 投完之后还要进行管理 还有后续的一些合作 那如果说这个企业发展起来了 比如说他已经IPO了 从你投的时候是一个 规模非常小的不正规的一个企业 然后投完之后呢 慢慢的成长为一个上市公司 这时候呢 对于一个PE基金来说 这个企业就像他的孩子一样 不可能长大之后呢 然后两人之间就把这个关系解除了 只能说是股权关系上啊 可能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除 有的是全部退出 有的是部分退出 但是呢 其合作关系 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PE基金 和这个上市公司建设的这种并购基金 另外呢 就是很多的这种上市公司呢 也会回过头来 作为这个 以前自己这个 投资自己的这样基金的一个LP 也就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出资人 来继续和这个基金之间 形成这种合作的关系 形成这种反补 其实也不能算是反补了 因为大家都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然后这个 从资本市场和这个实业角度来说 从资本和实业两个角度 两个不同的维度 来继续维持这种合作关系 来给大家 双方都操作更大的利益 第二部分呢 我们讲一下这个 如何把握这个退出的时机 退出的时机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技术的 你想 我们投资收益的时候 投资一个企业的是否成功的 关系到这个企业的一个成长性也好 还有你的后续的一些操作 包括跟企业这边的一些资源 而且在这个市场上打拼 那退出的时候呢 以IPO为例的话 二级市场股票的波动情况 如果你这里面能掌握好的话 可能就能够创造差别 可能有这个上下差别 可能有20% 30%的一个这样的差别 那这个20% 30%的这样的收益 其实对于 对于市场 对于市场估值来说呢 并不是短时间内能够 能够这个实现的 所以说退出这块的一个 时机的把握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这个整体的收益来说 那么考虑的因素主要有几点 第一呢就是这个企业增值的一情况 就是企业当前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未来还有多少发展空间 那我们对一个基金来说 是不是要继续持有这个企业的这个股权 然后等着企业未来的一个增值呢 还是说现在就进行一个转让或者保售 那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些 第一呢就是二地市场的东西 第二呢就是 现在有些这个VC或者天使基金的 这样一个退出的一个情况 比如 比如一些天使和一些VC 投资比较早一些一些 甚至之前的一些企业 他们可能大部分会选择哥罗退 或者说在企业增值 大概在五倍到十倍的时候 选择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退出 那比一般来说啊就是在可能三倍退出的时候 相对来说比较困难一些 那通常就会在倍数比较高的时候 就是你的投资收益已经达到一些比较高的倍数的时候 这时候退出呢 对于投资标的本身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因为大家理论理解 我只是在不同的阶段去减持一部分 回收一下我的这个投资成本 然后减少一下我的投资风险 这些未来可能会在PEVC里面 在这个天使和VC里面可能会更为常见 也更为占的比重可能会越来越大一些 因为这也是代表了这个整个这个投资 异地市场这样的 或者分野投资市场的一个成熟的一个表现 第二个因素呢 就是这个预期持有成本和持有的一个收益 这里面可能更多的说的是一些二级市场的东西 比如说在刚解禁的时候 IPO刚解禁完了之后呢 这个二级市场对于一个股票的一个预期呢 会有一个下降因为他知道很多里面投资人可能会进行一定的减持 那这时候呢他的整个的一个股价 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下跌 那这时候呢就考虑到这个持有的成本 预期的收益可能会比较低一些 所以说很多基金呢也会选择在于 刚解禁完了之后呢 大概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 慢慢的去进行这种减持 然后以达到这个投资回报的一个最大化 那这里面也要考虑到一个持有成本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在这里面会做一个权衡 第三个呢就是股票整个的一个市场行情 也就是大盘的行情 到底是现在是牛市还是熊市 或者一个某一个行业 是不是受到这个二级市场的关注 那这或者说有没有受到低估 在这个这里面和第二个的 然后第二个因素的逻辑是一样的 就是在如果说在有选择 尤其是在二级市场上流动性比较好的时候 就是你退出时机可以随时选择的时候 这里面要考虑到就是你整个的一个股价 对于一个你退出收益的一个影响 最后一点呢就是风险资本的一个退出的一个期限 也大家都知道 这个所有的基金呢 它本身都有一个这样的投资期 都有一个随息期 比如说它是五年期的或者七年期的 那到期之后呢 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退出压力 当然这个退出压力呢 也并不是说五年期的基金必须五年退出 或者七年期的必须七年退出 然后以前也不能这个推迟 比如说有些企业马上已经 或者已经IPO了 现在正在锁定期 那这时候呢 肯定适合你的投资人 就是你的LP签订一些这样的延期的一个协议 为什么要签订这个延期的协议呢 它是为了保证 为了保证你这个投资最大化 如果你再等半年或者一年 有可能就是你这个投资收益 就能够发好几番 那这时候大家喝乐而不为呢 是吧 另外呢整个 刚才也没有跟大家提到了 就是整个投资的退出的 通常情况下是不进行二次投资的 也就是说比如单个项目 如果IPO了一个基金里面 比如说我们投了十个项目 这十个项目 其中一个项目也IPO了 或者已经成功退出了 那退出的这部分的收益 是要进行分配的 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 到达一定程度 占这个整个生意 到达这个到基金的一定的比例的时候 要给这个投资人进行分配 而不能把这部分收益 作为这个进行二次投资的 这是大部分的情况 除非一些特殊的约定 那如何选择最佳时期呢 这个刚才也提到一些基本的内容 就是说第一呢 就是要把握住本质 选择最佳退出的时机呢 第一呢 我的目标是说你的退出的价值的最大化 最后一哆嗦了 然后说尽量的就是把这个投资的收益 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一个程度 但这时候呢 也不是说你想退出就能退出的 或者说你想这个什么时候退 可以什么时候退的是吧 那这里面有几个东西啊 第一个呢就是你这个基金期限的一个压力 这里面的这个东西要需要权衡一下 第二呢就是整个股票市场的一个航行的一个走势 这里面也存在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所以说这里面要把握一定的风险 对IPO的对已经IPO的项目的退出的时候呢 有一些二级市场的逻辑在里面 你是继续持有还是现在抛售 那其实这里面就可能有50%以上的因素 就是在二级市场操作 另外呢 跟二级市场整个的这个交易不一样的地方呢 就在于你对整个整个企业标的本身的一个价值 是有清楚的认知的 因为你可能陪跑了好多好多年 是吧 然后这里面的包括也参与到里面的一些管理 所以说你可能对里面的一些这个 对企业的整体 但内幕消息肯定不能 肯定是不可以的 然后对于 但是对于整体的这个企业的价值 和企业的一个范团情况 肯定是比较了解的 所以说在这里面 你可能会考虑到继续持有的这样的收益 考虑到要是上包括大盘 包括这个整个市场情绪的一个影响 然后对于这个 这个持有 持有它的一些成本和风险 进行一定的权衡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基础的一个活